近期电视剧当官的 啊不 人民的名义 那是火的一塌糊涂 达康书记靠着铁面无私 圈粉无数 观众不禁要问 还有比他更油烟不尽的吗 有啊 海瑞 海大臭嘴 那位可能要说了 我们不要这种 每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不觉得冷 没事就喜欢 揪个人出来批判一顿 没啥用的清官 反了 反了 于是就觉得 宁可要干事的贪官 也不要不干事的清官 不谈不战 我能撑着就不错了 嗨 其实贪腐 就是这样被灌出来的 凭什么就不能有 干事的清官了 海瑞没用 不扯远的 先说点劲的 黄埔江 大家都知道吧 沿岸是全中国最繁华的区域 这江谁修的 海瑞 从北宋开始 吴松江一带 就常年红涝 到了明朝 组织十几次大规模书军 几十万人齐上阵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龙庆三年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 这次由他来搞定这条河 他认为 吴松江应该从黄埔入海 而不是长江 于是他按原河道 重开一万两千丈 只花了三个月 黄埔江就此成行 每个生活在长三角 生活在上海的人 最应该感谢的人 就是海瑞 谁敢 亏一般而知全报 从这里想想 就能知道海瑞有多可怕了 几百年来 能臣干力花费无数资源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三个月就解决了 张居正怎么敢相信自己能驾驭他 所以坚决不重用他 一方面海瑞本人 对张居正改革根本不甩账 另一方面是他 承担了比当官 还要重要的历史责任 因为他是大明官场的 最终兵器 徐杰斗倒高拱靠谁 海瑞 张居正斗倒徐杰靠谁 海瑞 万利斗倒张居正靠谁 还是海瑞 每当别有用心的人 需要打破政治平衡的时候 海瑞就特别好用 因为 我海瑞 无辜 他跟所有人都没有利益瓜葛 所以他能侵犯所有人的利益 不让侵犯 也能强行侵犯 只认利益 不认情 同时作为顶级道德模范 你想反杀都找不到机会 所以海大臭嘴 根本不是什么脸谱化的清官 他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清官光环 正应他的存在 才使得大明官场 一直处于微妙的动态平衡状态 不至于翻车 这事啊 齐厅长是到死都没看明白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 工具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士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